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99年的台湾河川日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新天西的河畔 办全国性的活动 那台湾河川日事实上是从民国95年就开始办的 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那我们今年结合了全国社区大学 还有地方的一些社团一起办这个活动 那河川是我们大地的这个母亲 那我们台湾的河川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我们过去对河川的爱护 比较没那么重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对河川的整个生态 对河川的环境 对河川的干净 要能够贡献大家自己应该做的这些事情 那爱护河川是人们都有责 那我们希望借由台湾河川日的活动 来当家让全民都知道 河川的爱护 河川的保护呢是非常的重要 那借由河川日的活动呢 我们希望让我们全国民众 来尊敬河川 爱护河川 这次呢我们国际服务人 3520第七呢 第五分期呢 来参加金益部所指办的 99台湾河川日呢 最主要的目的呢 打造社区 连结世界 空气阳关水啊 就是人类的 生命的三大要事 河川呢就是我们的母亲啊 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要关怀的 非常重要的水支援啊 所以就是共襄盛吉啊 大家要一起来啊 就是我们美好的家园 270年前 有一位郭席刘先生 他要来开墾我们的台北平原的时候呢 要找水 所以找到这边来 然后呢 他还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些水利设施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带了200多位民众 包括我们的市场朋友 去触摸200多年前 我们鲜明的水利设施 水利工程啊 要感激的啊 当然是水利署啊 有这个支持我们 在民间很好地来推动 让大家来认识我们的河流 喜欢我们的河流 我们的河流 去我们这边 都不及格产生 在我们的河流 里面 有点赞 我们的河流 啊 都不及格产生 在我们的河流 那有点赞 我们可以带来 我们的河流 河流 里面 我们的河流 我们的河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